这大概是刘德华最心碎的时刻 并且自己怎么也没想到 前脚刚躲过了阳影 后脚却没躲过小鲜肉 画面中的这一幕是发生在电影《尸孤》的片场 当时刘德华刚好拍完一场戏后 前去领完盒饭 同群演一块吃食 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 一位小鲜肉骂骂咧咧的走过来说 这饭是给人吃的吗 甚至连个坐的位置都没有 当即气冲冲的便把盒饭摔在地上 可是刘德华看到后 反而默默的捡起 小鲜肉丢的盒饭 慢慢咀嚼了起来 然而当对方看到 男人正是刘德华后 顿时脸色乌青 随后便灰溜溜的逃走 可能这件事的发生 让刘德华都觉得 自己可口的饭菜 到别人的嘴里却这么不堪入耳 之后张艺谋在谈及刘德华时 觉得刘德华的气质演不了农民 可是刘德华却不这么想 所以为了演好《尸孤》这个故事原型 刘德华不仅零片仇出演 为的就是让大家多多关注《尸孤》事件 然而刘德华为了能够贴近人物形象 不惜在太阳底下暴晒数小时 丝毫没有一点大牌的样子 甚至当他来到片场后 一些围观的路人都没发现 这是刘德华 而且剧中刘德华的穿着 也是大家东拼西凑得来的 并且这身衣服伴随了刘德华整个夏天 甚至就连剧中一名人员都调侃到 刘德华衣服上的味道熏得都快忘记词了 之后这个电影上映六年之后 故事里的原型才找到自己的儿子 不得不说刘德华的敬业精神 让每个人都清楚的看到 这才是一个眼云该有的样子 影片中刘德华在剧组背伸十几个耳光 就连周围围观的观众都心痛不已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刘德华觉得还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便继续让片场大妈再来 当时大妈都被刘德华这种精神所折服 这便是《尸孤》影片中最为经典的一幕 可是刘德华除了想演好这个角色 心里还藏着一份痛 事情还要从彭三元找刘德华说起 当时他作为一名新人导演 觉得找刘德华出演再适合不过 随后便怀着忐忑的心情 将这份题材发给了刘德华工作室 因为这样的题材压根没人看好 更不说请大腕去出演 而刘德华得知 这是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来 丝毫不打摆 表示很愿意出演 并且刘德华在拿到剧本的那一刻 为了能够更好地还原人物形象 甚至还决定零片酬出演 所以刘德华决定 要演好农民 首先是将自己皮肤晒黑 之后更是每天坚持 用粗言洗脸 目的就是要突出农民的艰苦 就连身上的衣服 直至伴随到整部片结束 可以说这部影片 没有影帝也没有天王 有的只是一个 踏上寻子之路的老父亲 不过随着剧本的如期进行 资金问题便接踵而来 原来彭三元身为新人导演 对待资金问题有所欠缺 然而就是这种情况 刘德华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 表示很愿意承担后期费用 而就是这个总投资几千万的电影 最后却赢得了两亿多的票房 不过影片到最后 这个老父亲也没找到孩子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 时隔六年 故事原型人物 终于找到了儿子 这也让刘德华原本沉重的心情 慢慢舒展开来 假设跟刘德华同一天开演唱会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说起庞龙 当年凭借一首两只蝴蝶 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甚至在之后 开演唱会时 还要和刘德华开在同一天 之后庞龙的助理还劝告 对方可是刘德华 不能开呀 可是庞龙却显得不以为然 反驳道 我唱歌比刘德华专业 其实庞龙说的没错 但是不要忽视了刘德华的凝聚力 最后却被狠狠打了脸 而庞龙的两只蝴蝶 也是意外之喜 当时庞龙的好友邀请他 为自己的电影281封信 演唱插曲 之后李健还劝告庞龙不能唱 一旦唱了之后会毁的 可能当时的庞龙生活窘迫 不听李健的劝告 准备放手一搏 最后的结果连庞龙都蒙了 演唱的两只蝴蝶 直接火遍各地 因此也为庞龙的演唱道路 埋下伏笔 一举成为内地收入最高艺人 不过他也没有丝毫的松懈 继续练歌演唱 不过后来的一场演唱会 助理得知刘德华也要看演唱会 想让庞龙修改日期 但庞龙却觉得 这是个机会 正好可以和刘德华比一比 不过事实并非想的那么美好 刘德华的门票 预售十分钟 便被粉丝通通买断 反观庞龙 预售十天才卖出500张 最后还是公司出面 才卖出剩下的 结果可想而知 庞龙场下寥寥无几 刘德华的现场却呼声不断 所以说其实每个人不一定要傲 应该有的则是对任何事情的谦虚